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表示 11月到12月之间是一年当中 诈骗电话活动最猖獗的时刻 且与2019年同期相比 去年同期的诈骗举报电话 案件数已经增长超过40% 因此全美电力、水利与瓦斯公用事业公司 决定联合起来加大宣传力度 来帮助客户杜绝诈骗 且为了避免成为电费账单诈骗的受害人 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提醒客户 应谨记SCE五大不会的事实 第一、SCE绝对不会透过电话 做出不立即付款就断电的威胁 第二、SCE绝对不会透过电话 索要您的信用卡或SCE账户资讯 第三、SCE绝对不会接受预付现金卡、比特币 或透过第三方行动应用程式付款 第四、SCE没有断电工程部 第五、在户外工作的SCE员工 不会索要或接受付款 此外观众还要小心 诈骗电话经常会利用人们 希望在付电费时获得援助的心理 因此曾有一位客户举报 诈骗来电内容声称 他们会与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合作 制定一项新冠疫情救济计划 如果付一半欠款 他们将支付另一半 且在寄出100美元之后 他才得知整个都是骗局 而在另一个案例中 诈骗人员不只威胁 需要提前付款 否则会被断电 且诈骗还要求使用条心码支付 而这种条码背后已经绑定诈骗用的预付卡 观众支店SCE举报电费账单欺诈 请拨打1-800-655-4555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